号称解放军王牌战机的歼20隐形战机 白天飞 晚上也飞 其实不止歼20战斗机 各种预警机 轰炸机都相继起飞 海上多艘舰艇也编队出海进行演习 快放出发 我们自走 预备 放 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驯风访台 大陆随即宣布解放军从4号中午12点开始 到7号中午12点为止 进行为期三天的重要军事演习 还加上实弹射击 这次联合军事行动是针对美和台当局 在台湾问题上的危险举动所采取的必要举措 解放军高层直接挑明 这次演习就是针对美台交流而来 义正言辞表达准备好随时战斗 以捍卫国家主权 做好应对一切危机事态的准备 我们正告那些心怀不轨的窜台人员和台独分子 东部战区部队有充分的信心和能力 反击一切挑衅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解放军这次宣布的演习区域涵盖台湾北部东北部西北部东部南部及西南部等六个海域 等于将台湾包围起来相比于199596年的第三度台海危机 范围不仅更大也更加靠近台湾海岸 划定的演习范围甚至根本侵入了台湾的领海范围之内 专家表示在这样靠近包围台湾的海域进行实弹演习 是为了展示解放军有能力可以封锁台湾 尽管军演是在裴洛西离开台湾之后才开始 美国还是24小时紧盯解放军的动态 要看这次中国会夺靠近台湾 国际都在关注这次演习 努力要避免擦枪走火演变成第四次台海危机 北京民众话倒是讲了直白 认为政府只是锈肌肉挥挥拳头 不太可能真的打起来 从来也没说要打的 这不很正常吗 没有什么动作 国业也很正常 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 他们就是能避战一定都是避战 还有人笑说政府一开始话就讲得太满 实际领导那些也是左右为难的这样 因为你当初说的话太满了以后 有点不好说他 一定他来了你又不想跟我们 你怎么办呢他就来了 美国跟印尼则在此时展开了年度军演 超级加鲁达之盾 总共有14国参加 规模史上最大 不过美军司令在开幕仪式上 必谈裴洛西访牌 只表示演习目的 在于维持自由开放的印太区域 TVBS新闻与世音综合报导